Ferター ��요かいみだぁ 今天要帶你們去的呢 就是皮膚管理的水光針療程 然後呢 是世界全去想做 但是一直都沒有做 所以呢 今天要帶你們一起來體驗 韓國超鴻的 水光針療程吧 GO 進來了 然後呢 醫藥會先做皮膚管理 可是皮膚管理呢 會先做一半 做完之後再去打水光針 打完回來之後呢 再做鎮定 我來之前呢 我就有先看過 就是其他的youtuber他們去做皮膚管理的水光針療程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 那個針差他就在瞬間 我...我身體又舒服了 好...好痛喔 好 我等一下換我 我來試試看 待會見 好 我現在也完全沒有... 就很麻 超麻的 所以現在就是覺得 很僵硬 我想要去打水光針了 如果待會太血腥的話我可能不會拍 可是我會拍一些畫面給你們看 讓你們知道一下他水光針的那個內容到底是什麼 他的療程到底是怎麼進行的 待會要脫髮子 我才會脫髮子 打成功 打… 寫燈 打… 哈哈哈 都抽到了 太冷了 剛剛去搭碗水光了 你們覺得可怕嗎 我是覺得就是因為我很怕痛 所以我那個蒸炸下去的那順便 我就覺得有點酥麻 然後現在要做的是冰離子 就是要鎮定 所以跟上次你們之前看到的 皮膚管理的那個療程的順序 就不太一樣 好期待它的效果 欸現在有看到那個欸 一點一點紅紅的 你應該有看到吧 對 好可怕 好 不過我這種怕痛的人 我都覺得一點點痛而已 你們一定覺得不會痛 好那我們就要繼續做下一個療程啦 好可怕 好可怕 爪子 積極 結束 每次做完皮膚管理都覺得點超好的 男朋友還在用 等他一下 好累啊我剛快睡著了 我們今天呢打完了水光針之後呢 然後就來繪畫站這邊吃飯 然後呢想跟你們分享一下 剛才我打的水光針的那個療程 因為可能很多人就是有聽過 但是半天半天我就不太了解 它到底是什麼樣的療程 其實水光針呢它就是 用注射的方式 從你的增皮層注射膠原蛋白 就是過了25歲之後就會開始就是 變老 變鬆弛 下垂 然後暗沉等等之類的 所以很多人都會說 我們要經常補充膠原蛋白 就是可能是吃什麼膠原蛋白粉啊 或者是要經常去擦一些保養品之類的 可是呢打水光針 它是等於一次幫你敷了200片面膜 通常韓國人他們幾乎是一個月打一次 可是因為大家應該都跟我一樣 並不會長期的待在韓國 所以我們可能是平均三個月打一次就可以了 然後再打完水光針之後呢 六到八個小時之內不要洗臉 但是呢就是隔天之後呢 你應該可以正常的化妝上妝啊 然後出去外面玩都是可以的 近一個禮拜就是盡量不要吃一些辛辣的東西 或喝酒 然後也不要就是去洗什麼三溫暖等等之類的 然後呢這個效果通常會在三分之後呢 就會慢慢開始浮現出來 然後打完水光針之後 臉就會變得比較透亮 就是我每次去做完皮膚管理之後 它就會變得很透亮 他們就是最近有推出一個活動 你打完水光針之後 它會順便幫你做皮膚管理 就是我之前在影片裡面 有跟你們分享的皮膚管理的療程 就等於就是二合一的一個療程 然後就一次幫你做到好 所以呢就是剛才看完我就是做完那個水光針之後呢 我又回去做了皮膚管理 所以呢現在臉上這個光色看起來有沒有很棒呢 雖然它現在就是有一點一點的 就是微微的就一顆一顆 但是因為剛才就是已經打完了水光針的關係 可是明天之後就慢慢就會消了 不過完全不影響就是你的生活 你一樣可以正常化妝 就是這樣子啦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一支影片 那喜歡這一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這支影片點個喜歡 那如果還沒點我Youtube頻道的人 記得點我Youtube頻道 然後呢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吧 andio